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Isa 我从小就开始画画 我的梦想是做一个自由策划师 希望可以将我的画作带到给人看 我觉得画画可以带到 给我的身心灵上的人满足 透过不停的画作和实践 可以让我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足 有什么需要改善 而且每一幅画作 都可以给我带来非常大的满足感 这个是我在画画上 最喜欢带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画作可以带来不同的感觉 或者不同的意义 当我创作到别人喜欢画的时候 会令我有很大的满足感 也是因为这份满足感 我才想成为策划师 也希望以后会有更多人 可以看到我的画作 其实现在在学习的时候 我知道要怎么利用颜色之间 饱和度 冷脸调和颜色之间的差异 去令我进步 其实这一小步对我来说 就是梦想的一大步 令我觉得 梦想不是来到一个很远的梦 最深刻的一次创作是中国的SBA 那时候的题目是 我们想画些什么就画些什么 我就为自己 设了一个题目是创商 就是透过我背向的一些家庭经历 去画的 其实小时候 家庭关系都不是很融洽 之后也有大大小小的事件 发生在我身上 令我自己都受到很多创商 我就想透过这个题目 去跟我有相同经历的人说 其实他们不是孤单的 可能这个题目有点黑暗 但也很表达到我内心的世界 这个SBA也得到不错的分数 说了这么久 是时候吃点东西 治育一下肚 这次带Isaic来到位于旺角浪豪坊 以camping为主题的 小盐小糖食店camp site 他们提供了不少健康又好吃的 小盐小糖选择 一起来试一下吧 平时都会下街吃的 因为家人煮的食物比较单一 和几乎没有口味 都会下街吃辣东西 都会下街吃辣东西 不过都会继续健康 不想身体有太大份担 都会煮一些清淡的食物 例如就这样绿的菜 和没有调味的鸡胸肉 今天的食物都是汁灵畅 甚至可以棉络 这样反而可以吃得出 食材原本的味道 还有今天的食物 相比起我同时吃的村菜 真是淡很多 而且都没有那么重 但味道反而很好吃 我觉得这个火箭菜 百里菜吃下去非常新鲜 和开胃 新鲜的火箭菜吃下去 有很香濃的芝麻香 还有少少明明的甘香 搭上香甜的百里 水润多汁 但是这个炎炎夏日食 是非常开胃的 我觉得这个豆腐柚子 这方面 也是非常有天善吃的东西 炎炎夏日 没有什么胃口 放个冰冰的辣面 再配上酸酸的柚子汁 柚子汁都可以按照自己 想吃多少就加多少 我觉得这个面 就算不加汁也非常好吃 因为面本身有淡淡的樱花和甜心原味 味道就清甜淡香 口感就烟淡淡淡 豆腐本身煎得很香脆 淡淡淡淡淡满 味道方面 因为没有经过调味 可以吃到豆腐本身的清香 和淡淡的豆香味 这杯玄米茶 它非常之浓郁香熟 喝到它那时候 也有一种玄米本身独特的香味 还有听说玄米茶 有这个減满泡水化 物汁双速度 和可以帮助消化 有时候出街吃东西 吃得很肥肥 那时候我都会参加一杯茶 做我一天的重点 有啊 因为家里都有老人家 都很担心 高纳的食物 会令他们增加幻想心脏病 或者选择入的风险 吃得清淡些 同时身体的负担有少些 我同时和家人吃东西 那时候都会选择一些 有贴小元小糖食品的食店 因为我知道小元小糖食店 可以令我有更多健康的选择 还有我都希望我和家人 可以吃好一点的时候 都有健康的心情 保持自己的梦想 不要觉得梦想成真 是会在电影中发生的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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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